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有點開高走低 那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昨天美國股市長 為什麼台北股市開高走低 這東西我們待會跟大家做解說 其實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個指數開高的時候 最高漲136點 那剛剛盤中的時候 最低有跌20點 那目前就漲20幾點 對不對 好 那你注意看 昨天美國股市都在漲 而且幾乎都收最高 這高科技股 這個稻窮 S&P500 這都收最高對不對 那今天整個亞洲股市 也沒有讓你看到什麼開高走低 那就只有台北股市 哇 怎麼高的 今天會呈現開高走低 我昨天有跟各位講說 這個盤在這個禮拜 應該都是比較偏區間震盪 比較偏區間震盪 然後呢 但是這個禮拜有兩天 可能就稍微注意一下了 就是今天跟明天 它是屬於期貨的結算 所以當期貨結算的時候 難免會有一些些的空方壓力 這都算正常了 但是呢 我覺得最近盤市有一個 比較重要的特色在哪裡 你注意看 我說嘛 這個禮拜應該比較偏區間 那現在為止 加上在季限位置區 可是這一波整個盤 是最大的特色在哪裡 就量縮 有沒有 你看 昨天的量縮到3200億 到今天為止 到收盤的成交量 目前預估 大致上差不多快接近3500 現在2700多億 對不對 好 我這麼講 其實反而在期貨結算這個時間點 你是量縮 那反而是好事 為什麼 你就不會有量就要失控 對啊 你這要怎麼量就要失控 你一定是 你要有更大的賣壓 一定是有比較大的量去灌壓 但你現在量沒有 對不對 所以指數雖然有點開高走低 不過也沒有讓你看到賣壓有多重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從最近這個成交量來看 你就可以發現到 我說實際上 其實前一波的時候 台北股市跌了這一段 因為造成融資大幅的下沙 對不對 那到目前為止又談起來 結果台北股市還是沒有量 那代表著說這一波其實 就散戶而言 真的是受傷慘重 因為前面已經有人被斷頭了 現在沒有斷頭了 大致上股票也都在等解套 因為你現在所有的資金 大部分都是買股票比較多 所以造就什麼 整個融資它一直出不來 對不對 這個地方成交量它也出不來 好 那重點來了 那到底這個牌有沒有機會整 對啊 台北股市今天沒有什麼動 明天還有一天 明天還有一天 那是不是期貨結算完之後 台股就有機會往上攻 好 我們來仔細看 其實說句說話 這攻不攻你還是要去看美股 但是我這兩天有跟大家講解 整個台北股市的籌碼面 我說目前這個籌碼還算穩定 雖然沒有量 可是散戶進去也不多 那外資其實在這兩天也 才稍微開始有進去 那你自印商還是偏賣方 對不對 只有投信是買方 所以籌碼還算是穩定 那關鍵是有沒有機會再往上攻 好 你注意看 到昨天為止 整個外資的期貨倉位 還有3萬4千多口 其實它只要高於3萬口 其實到目前為止來看 這空方 這個空方的壓力它還是存在當中 那大家會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哇 你這盤已經彈起來了 有沒有 已經彈起來了 那接下來這個盤 會不會像之前外資 那個時間點那個空方壓力會比較重 然後造成台北股市再出現灌壓 對吧 好 各位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跟上一次那個灌壓的時間點 有一些背景不太一樣 什麼叫背景不太一樣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來到7月份那個時間點 美元的走勢它是偏強 對不對 好 你注意看 美元的走勢偏強 那亞洲匯率呢 我們先從日元的走勢來看 日元那時候在整個升值的過程裡面 也讓你看到 日元在這一波的走勢裡面 在這個時間點它開始出現升值 對不對 那你新台幣的走勢呢 反而在7月份的時候 它是出現一個大扁的一個狀況 對吧 這往上是大扁 這扁值嘛 那這個扁值的時間點 高點它上就在7月底 8月初這個附近嘛 那結果呢 7月底 8月初那附近 整個台北股市就下沙嘛 對不對 好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因為你本身的匯率 它是出現大扁的情況之下 所以整個外資 我是說外資如果說它只要 不要說啦 它不買股票 它就是放在台灣好了 它本身也有匯損的壓力 所以那個時間點外資 為什麼它空單會這麼多 因為這個背景是因為 新台幣匯率出現大扁 對吧 好 可是呢 現在我說這個時間點 那個情況不太一樣 原因在哪裡 因為聯準會它9月的降息 應該是百分百 那現在大家在等嘛 因為這個禮拜大家在等的就是 明天的聯準會要公布 上次的會議記錄 然後再來禮拜五的時候 聯準會主席報爾會去做談話 當然大家在想 你後面到底會怎麼去做降息 因為你9月降息是百分百 大家只是想聽的就是說 你接下來的降息會 9月降兩碼還是降一碼 然後司長這麼說 9月降一碼 11月12月再降一碼 那會不會有稍微 比較提前的一些動作 那不管怎麼樣 聯準會它是一定降息 一定降息 只是一碼兩碼的問題 那如果說是照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 既然你要降息 美元就跌了 接下來你要降息 美元再跌 對不對 那當美元一跌下來之後 那整個匯率的狀況 這樣往下跌是升值 對不對 那你現在的狀況 跟之前7月底8月初 台北股市為什麼會集錯的原因 那是不一樣的 好那不一樣 你去試想 外資在這兩天它期貨會結算 是不是結算完之後它就把錢匯出去 我問你它匯到哪裡去 你匯到美國嗎 問你是美元在貶值啊 你匯出去你到時候也是遇到什麼 有匯對損失啊 那反而是這個地方呢 新來幣匯率在走深嘛 亞洲匯率在走深嘛 所以你這個時間點你根本不需要匯出去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期貨結算之前 因為你現在還有3萬4千口左右的空單 所以這個時間點多少會有一些壓力 這是正常的 但問題是你現在沒有出量嘛 台北股市沒有量啊 剛才我們就說了 台北股市到收盤來多少 3千3到3千5啊 所以你不可能有量價失控的問題 那當然你可能會說 那為什麼外資當時在下跌的過程裡面 它空單不補 真正原因在哪裡 各位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8月13號的時候我就說啊 外資兩面手法到底是多還是空 它在現貨的部位呢它有做多嘛 但是那時候還不多啊 然後呢它在期貨跟T50反應的時候 它去買空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現象 關鍵點都在上個禮拜四 為什麼 因為上個禮拜四要公佈的經濟數據 我昨天跟他說啊 以外資他們的預估來看啊 零售銷售數據啊 他們預估啊從2.3 前一個月的2.3啊 會降到1.8 結果出來是2.7啊 對不對外資來不及啊 外資也在想啊 他們預估是1.8啊 結果呢是2.7啊 所以外資當時為什麼會讓你看到 怎麼搞得有多有空 他也沒把握啊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咧走到這個時間點啊 我倒是認為台北股市 就照我們的規劃裡面來看 這地方就是維持區間嘛 這兩天震盪會大一點啊 這兩天震盪會稍微大一點 合理啦 但是你這樣說不可能是量價失控啊 但是我預計啊 等到結算完之後啊 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盤它是有機會 外資啊 它的空單應該要有機會縮減 那有機會縮減 整個台北股市就有機會 正式站上季線的狀況 好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那當然重點是你要去看美股 好你注意看美股 美國股市呢這幾天啊 最近都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反彈 那當然稻窮現在是站上所有的軍線 但是對台股比較有影響力的是科技股嘛 你看像科技股也站上季線了 這條綠色是季線了 那這條費半呢 目前離季線 只差一點點嘛 對不對好 那各位您應該還記得了 當時我們在那個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有跟各位講 那個時間點我說有點多空不明 因為你經濟數據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就說那個時間點我說 我們先稍微空手一下 好稍微空手一下 好 但是呢當整個經濟數據一出來之後 我有跟各位講說 死亡交叉是有機會扭轉 對吧 好你注意看 今天禮拜二嘛 禮拜一禮拜二嘛 這是禮拜五經濟數據公布出來嘛 禮拜四的時間點 那個時間在這裡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如果這個盤是跌下來 那這個禮拜的季線就會往下壓 所以我就說那個時間 到時候會有死亡交叉情況出現 好那還好 那經濟數據表現不錯 那經濟數據表現不錯之後呢 那現在你要去扭轉這個趨勢 當然最好是什麼 是站上季線 站上季線 不過最近這幾天就維持在季線這地方了 可是呢 你會發現整個台北股市的走勢 跟科技股走勢很雷同啊 為什麼最近的美股反而這地方會彈上來 關鍵在哪裡 在輝達 對吧好 那我昨天也跟他講嘛 另外一個多空的關鍵點在哪個時間點 今天8月20嘛 明天期貨結算 8月28 8月29這個時間點 他要公布輝達的財報 那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這段稍微走區間 那當然輝達的財報如何 這會決定整個指數的動向 因為AI現在讓市場比較 有比較大的疑慮就是說 大家都增加資本支出 想要發展AI 那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已經投入這麼多的錢 那當然你的 得出來的獲利的狀況 能不能符合市場預期嗎 對吧 那現在 不知道啊 你現在要等下禮拜的數據出來 可是 最近的輝達表現還不錯 我們來仔細看 我昨天也跟他講 股票分拆完之後呢 他這一波在6月份的高點在140.7嘛 結果來到8月份的時候呢 打到90.8嘛 那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跌了35% 那你去試想啊 為什麼那時候整個8 7月份8月份 台北股說會跌這麼兇 因為當你輝達都不強 你台積電也不強 那一定會有壓指數的動作 而且那個時間點的背景是 新台幣匯率的貶值是 來到高點區 那現在是升值嘛 對不對 好 那這一段過程裡面 跌了35% 但是呢 從8月份 他從90.87 然後呢 到昨天是多少 130.5 130嘛 你看從90塊 90.8 漲到差不多130 這代表什麼 也就是說你從140.7啊 然後呢 到現在為止130來看 揮達這一波從高點到現在為止 只不過跌了7%左右 剩7%左右 那你就可以發現到啊 到下個禮拜 整個揮達的財報在公布之前 這個市場 它是比較偏樂觀的 對吧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看追蹤答案啊 因為你現在沒辦法得到答案 但是如果我們就從這個角度裡面來看啊 那你揮達的股價呢都已經 從140到現在為止來到130了 原本捏35% 到現在為止只差7%左右 它就要挑戰新高啦 所以呢這會帶動什麼 你注意看啊 之前最弱勢的個股啊 比方說AMD的股價 轉漲4.5%嘛 之前也是偏弱啊 啊到現在為止呢 已經開始回來到哪裡 回來到頸線的位置區了 是不是 這就代表說 你現在最弱勢的股票 它已經開始有 直穩的現象在 所以美股為什麼會漲 因為龍頭股在漲 輝達在漲 啊你現在呢 弱勢的股票也漲起來了 這些美股一直漲不上去的原因是因為 那時候弱勢的個股還在跌啊 對不對 那結果呢 你強勢的個股也跟著跌 啊當然美股一定跌啊 你台股也跟著跌啊 可是現在不一樣啊 現在你整個輝達的股價只差7% 就要來到前高了嘛 那你弱勢的個股也開始起來了 那就代表著說 美股目前這一波的反彈 它沒有結束 既然沒有結束 你說 台北股市就停在這裡 不可能啊 啊因為這兩天正好是什麼 起貨的結算嘛 那起貨結算又遇到量縮 所以沒什麼太大問題啊 沒有量價失控的問題啊 所以呢 整個盤勢的操作 我也跟大家講 因為之前 台北股市那時候要等到那個 美國的經濟數據 那因為經濟數據你看不到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他說啊 反正那個時間點 我們就先空手等一下答案嘛 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說經濟數據出來之後 禮拜四的時候我就跟他講啊 多空結構他開始表態了 那到底這個地方 經濟數據好跟不好 對於整個結構上面 股票上面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有機會 我那時候就說嘛 如果經濟數據不好 那個高檔股一定下跌啊 但是經濟數據好啊 所以我就說重點在哪裡 弱勢的個股啊 就像我昨天說的啊 那個低檔股的補漲 才是本週的重點 為什麼 因為每股就這樣走給你看啊 連之前弱勢的個股 現在都已經開始站回到頸線了 所以呢 以這個盤到這個時間點 要怎麼做 我跟大家講 盤還沒有完全大漲 但是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反而是你低階的好時機 為什麼 你看 到現在為止 這波很多股要跌下來 跌下來正好在一個 底部的形態區域裡面 對不對 那我就跟大家說過 有些個股在 既然它還在底部 那代表著說 你旁還沒有結束啊 所以有些個股這地方 它會有機會呢 開始往上衝 所以呢 我們從上個禮拜五開始 我們開始進場低階嘛 對吧 那時候我跟他說過 買什麼 比方說買華新光 你看 當初在100塊左右的時候 你一定都買得到 反正有些股票 要這麼講 很多時候呢 股票在大漲的時候 越漲越多的時候 大家要拼命追啊 可是每次那個股票在低檔的時候 大家不會買 為什麼 一定要漲上來你再來追 結果呢 你每次都想要買低賣高啊 結果呢 低檔你不買 漲上去呢 然後你拼去追 然後呢 像台北股市當初啊 來到七八月份那時候 我就跟他講 有些個股你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追了 這個時間點 你要反而要什麼 我說你要富貴穩中求 對不對 那時候跟他講富貴穩中求 結果你不信啊 就拼命追啊 因為大家每天都是漲停板 反正漲什麼 大家都有 反正你 你所有盤後的股票的節目 輪一變 今天漲什麼股票 大家都包了啦 全包了啦 結果呢 你成本買在高點區啊 結果一跌下來到現在為止 我說嘛 有些人已經融資斷頭啦 就算沒有斷了 現在手上資金也不多 一堆股票現在全部在等解套 你看這個量就知道啦 這波整個散戶真的是受傷蠻重的 真的 但是我說 可是問題是到這個時間點 機會來的時候 每次能夠把你成本壓低的時候 結果你不敢做 不敢做就算啊 我們先做嘛 因為這一波我們的會員 沒有融資斷頭的問題啊 我到會員很仔細啊 我覺得不能讓我們的會員 發生什麼融資斷頭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在高檔區的時候 我們股票就先貨幣賣掉了嘛 然後呢 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我那時候也有說放空嘛 對不對 我多空做啦 我不是死多死空啦 當盤跌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有些個股 這樣一跌下來 最起碼都有三成啊 這樣一跌下來 最起碼都有兩成啊 有沒有 你看啊這些個股啊 當它一跌下來 最起碼都有三成左右的獲利的 對不對 好 那但是呢 我們上個禮拜五 開始去做低接嘛 那低接的股票 同樣呢 低檔未接的時候 我們低檔去買啊 100塊左右去買啊 你會發現到啊 啊昨天工漲停啊 你不用追嘛 對不對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 就有一個特色嘛 當它股價跌下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開始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 慢慢有擴底的跡象 那既然有擴底的跡象你為什麼不買 你一定要等到它漲起來之後 大家都跟你喊的時候你拼命去追 你再試想嘛 當初七八月份的時候 你為什麼一堆股票買在高點 就是這樣子造成的啊 那我說你要不要稍微改變一下嘛 反正你想要買低賣高啊 我也是低點的時候 先把你成本壓低 好 所以呢 當你把成本壓低之後呢 當它只要稍微一發動 它就站上月線了 我跟你講 像這樣的一個技術面的一個狀況啊 到目前這個盤面裡面 很多股價已經開始出現 擴底完之後呢 站上月線了 什麼意思 我們仔細看 你看 剛剛我們就說了 因為你現在整個輝達的股價 離高點只差7%而已 當然你會說 老師我到時候如果輝達的那個 財報不理想怎麼辦 我說我們現在沒有答案 但是目前美股這個時間點 我們從輝達的角度來看 大家是比較偏樂觀 那你去試想 如果說輝達財報還不錯的話 到時候又往上衝的話 你這時候不買怎麼辦 等到漲上再來追嘛 你注意看 最起碼你在這個時間點 在輝達財報公佈之前 你先讓你的獲利有價差在 你就不用怕它說 到底財報不好的狀況 因為你已經先賺到了嘛 對不對 好 注意看 如果我們就從目前 AI相關的個股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 現在很多個股這波跌下來之後 區間完之後 站上月線已經開始上去了 現在很多個股的形態都這樣 你再仔細看嘛 之前跌一段下來 而且這些個股 今年以來如果你買在高點 到現在為止 當然你還在等解套 但是我之前就跟你講 那高點你就不要追它了 有什麼好追 這麼愛追 愛追你自己做就好了 何必花錢請人家幫你追 對不對 所以到現在為止 你就會發現 股價下跌之後 目前也開始站上月線 那有些個股就這樣 震盪完之後補個量 它就上去了 是不是 你再仔細看嘛 其實這兩天的威盛 也是這種情況 跌下來之後震盪完 一站上月線 就開始往上攻了嘛 你再仔細看 什麼廣達這些個股也是一樣 現在很多個股都這樣 像廣運 所以這兩天 都開始慢慢有一些 買盤開始接入了 所以有些個股 還在低檔的時候 就說有些股票 還在低檔的時候 只要稍微一動 它就會站上月線 最近很多股票都這樣子 什麼立望都是這樣子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有低點的時候你就先買 好 你就先買 尤其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期貨結算的關係 造成這個盤目前那邊走震盪 可是震盪也沒有量 如果沒有量的話 你覺得外資那些量 它要怎麼出給誰 而且重點是 就算它現在把股票賣掉 或者是它現在手上有現金 它現在要跑去哪裡 你跑去美國沒有用 因為美國到這個時間點 你的美元是跌的 你有匯兌損失 但問題是到這個時間點 你信賴幣匯率是升值的 所以它資金不會跑 有沒有意思 所以我預計 期貨結算完之後 我們再看整個外資的 那個倡位的變化 那只要倡位 如果說是在3萬口 付的3萬口之內 我覺得這盤 你要留意 因為你現在台北股市 還是落後在美股的狀況 現在只是維持在季線 那我預計 期貨結算完之後 台北股市有機會 正式站上季線 正式站上季線 那當然下個禮拜 整個輝達的財報 在公布之前的這一段 到時候我們再幫各位做追蹤 好不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們的做法就這樣子 像當初全新也是一樣 低檔我們先接 有些個股就這樣子 反正你先接 只要有價差之後 你不用怕輝達到底財報 好不好 只要你在這個時間點 先把你成本壓低 所以有些個股 我們現在做法就這樣 還在低檔的時候 我們先把你成本壓低 等到它一過月限的話 這地方最起碼 補反彈的走勢 它就會開始出來 好不好 所以不知道怎麼做的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當然重點是 你前一波不要受傷慘重 因為如果到現在為止 也沒現金 現在就一直在等解套 那也只能看你的個股的狀況 再幫你抓高點 OK 那認同的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體驗價 好不好 歡迎你來電諮詢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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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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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貨利與高貨利 我們不造成更不沉默 我們不造成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今天有點開高走低 不過因為量縮的過程裡面 沒有量價時空的問題 那當然會開高走低 最主要是因為這兩天 期貨結算 因為美國高科技股 已經都站穩到整個季線 所以我預計 結算完之後 台北股市會有 再補反彈的一個機會 所以趁這個時候 還沒有動的時候 你趕快先把你的成本壓低 因為有些個股 這個時間你先壓低之後 它有機會 出現一個站穩到整個月線 繼續再反彈的空間 所以有些個股 現在目前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操作的 想要做教的 趕快利用這個時間 跟著一起來 體驗價 歡迎你 來電資訊 我們明天見 拜拜 蕭春元老師聲明書 進來網路詐騙猖獗 盗用蕭春元老師照片及簡介 收取不當之會費及開課費用 詐騙投資人 請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 請撥打運達投庫公司電話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本投資人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平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án 聖平伯 知識 阿永 斯福 民壹 論 恩 vänd